第一次找酒店门口找這麼久 都算是特別體驗吧 Hello Everyone, 我是小Sunny 多謝你收看《窮人爆房》 今次我又回來介紹油麻地區的酒店 酒店位於油麻地尼敦道大馬路區域 距離地的站口大約只需要5分鐘路程 其實我都不是第一次介紹這一區的酒店 不論是交通, 飲食, 還是附近的商店也非常充足 距離旅遊區廟街也只是一階之隔 單二酒店位置評論絕對有五星級的評價 但是有一點我想在這裡特別分享一下 就是這間酒店的正門實在不太像以往酒店的門口 它比較更像商場的入口 令我在第一次找這間酒店的時候出現了一些小撞板 大家在第一次入住的時候就要注意了 經由酒店Apps訂房 基本房間價格大約為港幣400元左右 不過基本房間的類型是有兩種 主要都是房間風格不同 在這一方面真是鹹魚青菜各有所好 看房間時間 官方佈基本房間面積為17平方米 房間設計頗具特色 商人床是Kingside商人床 非常舒服 不過老實說 不論是房間大小還是浴室空間都只是僅僅足夠 感覺出完完全全 就只是一間為旅遊客人而設的酒店 雖然整體舒適度是合格水準 但是基本房間整體來說真的不適合爆房用途 在這裡的地方是一種現在的一種 第二天底的地方是用盆子的 最後一種旅遊客人的地方 幫你拿走 這一點邊開動 我們去吃一餐廳的 再吃一餐廳的 這個地方是一種旅遊客人的 我們來吃一餐廳的 從來吃一餐廳的 我們來吃一餐廳的 HELLO 大家好, 我是窮人爆房的小新姨 又在此分享我的入住感想, 請大家多多指教 先來國際慣例的第一印象 就是這間酒店的出入口很難找 其實這間酒店的地段對我來說是很好的 在齋爾酒店地段的個人評論, 我認為是正五星的 但是, 它的出入口實在太不像酒店了 令我繞了整個圈, 才找到哪裏入住這間酒店 毫無疑問, 這間酒店是一間比較正常、正規的傳統酒店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間酒店真的完全是我住在九龍區酒店的那一種大小 有一件事我覺得很神奇的就是 我昨天在入住的時候, 入住的接待員跟我說是升級了我的房間 我以為他又升級了我的大房間, 原來不是 我就很不明白, 我一打開房間的第一刻 我就很不明白他升級了我做了什麼 於是乎我上網去找, 我發現原來他房間種類都有分兩種 但我不太清楚他的分類方式 因為對我來說, 他那兩個種類的細房 不是屬於升級型, 只是兩個不同風格的房間 所以對於這一方面來說, 我也覺得幾莫名其妙 但總括來說, 這間酒店絕對是一間合格的酒店 雖然未到五星級, 但都是四星以上的 另外一件事要提到, 我覺得這間酒店的人手是非常充足的 我走開走外, 總會見到一個人在樓下不停和你量體溫 很神奇 對於這個現狀, 不少酒店都沒有這種狀況 大多數都是寫一張健康申報表就算了 但這間酒店就不是 甚至乎這間酒店的健康申報表 都是我看過暫時用電話上網做健康申報的一間酒店 其實也挺神奇的 以下就是我對這間酒店的評論和感想 這間酒店絕對對得住它四星的級數和價錢 也很舒適 但是房間的大小就是一般商務酒店房間的大小 不可以說是特別大, 不可以是特別小 看你會不會有特別的要求 而且它也算是一間新式的酒店 對於一些USB的插頭位也非常方便 床頭位就有幾個了 看看能不能幫到大家 拜拜